我要多少錢? 多少錢? 扣奶 這裏就是雞肉 其實我都未吃過的 就是雞做的摘肉 再說一次 雞做的摘肉 雞肉? 雞肉 雞肉做的摘肉 摘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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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條就是200元 高充 一看就知道是士多啤梨 原味 青瓜 問一下好不好? 是吧?我們還是要問一下 大家小心 我寫著 不要在蠔啊 因為裡面是棉花糖 它會縮起來 或者會溶 棉花糖? 棉花糖? 有嗎? 是啊 棉花糖 怎麼變棉花糖 怎麼變棉花? 你有沒有吃過棉花糖? 我們挑了出來 你不說我 一個這麼大袋 就35元 大概不用10元 然後三袋就是 100元 如果這個太小袋 想要多一點的話 這個就是50元 現在我們會怎樣吃 跟香港有少少不同 香港我們可能即時放進口就吃 我們這裡就是 我們有一些薄味 一起吃 你喜歡什麼味 其實有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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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大成功 行了 不要害人 沒錯 這個就是我們泰國人的吃法 就是棉花糖蛋卷 好好吃 我們是棉花糖蛋卷 阿倫媽媽 好理粉 我們小一點小一點 讓我猜猜猜 先猜猜猜 有的 好好吃 我們是棉花糖蛋卷 我們是棉花糖蛋卷 阿倫媽媽 好理粉 讓我猜猜猜 我們是棉花糖蛋卷 我們是棉花糖蛋卷 在這裡交融 裡面有糖 外面有 芭蘭的香 棉花糖蛋卷 來到大成 想吃棉花糖蛋卷 記得來這間店 有我們DFKTV 可以免費試吃 芭蘭的香糖蛋卷 還會再送多一袋 我現在表演泰國的包裝方法 首先要從這個位置和這個位置 要在不同的角度 如果這個位置向前 這個位置向側面 我們就摺兩下 摺幾下 摺完之後 我們就這樣摺 摺 摺 這樣的時候 空氣就會被我們壓 就會脹 然後我們拿一條橡筋 這條橡筋 我們就擠在手指尾上 然後拿一條橡筋出來 大家看到嗎 然後就在這裡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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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摺完之後 到最後 我們就 剩下的橡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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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有很多人問 紮了之後 經常開的時候 都提心吊膽 因為現在我們只是裝棉花糖 平時我們裝一些湯 或粉 都是這樣裝的 那怎樣開呢 大家看一下 我們先拿一看 對 立即明明 我們找最出的橡筋 最出的橡筋 最出的橡筋 然後 這樣 拿了最出的橡筋 其實放手 其實它就會自己 順回方向 捲捲捲捲捲 然後 其實這裡只需要這樣一蚊 沒有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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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